自主停业加上大范围行销 领口三井Outlet 传出有专会人员确诊 员工紧急全面裁剪 还不只有百货Outlet 健身龙头World Gems 紧急关闭台北站前店 准备消毒 因为最新确诊者足迹 就曾经在这里运动 那因为这个个案 它的CT值是15.5 所以是比较低的 那今天也是 这是它的比较长的行踪 为解封替726降级试水温 但各地陆续出现零星疫情 有的人担心 是不是代表现在降级太快了 但专家没有这么悲观 说明现阶段已经符合疫情下降 应变能力普及 医疗量能也逐渐恢复 这一次降级不该以清零为目标 只要个案的感染源都有机可循 不必太过紧张 因为病毒势必会流感化 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 这一次的降级不会一下子全部放宽 会用缓坡式的调整 避免一下子放松 让疫情卷土重来 巴拉新闻和平李松原 采访吧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喔